中度台风迈德姆的威力不可小觑 昨晚入夜之后 北台湾的风势雨势越来越大 多起路数倒塌还吹断了电线 在基隆以及新北市的中河、五谷跟新电等地区 传出了5000多户停电的消息 而经过台电人员漏夜抢修之后 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供电 消防人员拿着电锯忙着将大树的树枝移移锯断 再移到路边暂时摆放 就怕挡住车道影响通行 受到台风迈德姆的强风吹袭 台北市大直北岸路海军司令部前方不远处 有一棵路树在22号深夜被连根拔起 倒在大马路中间 幸好没有砸伤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他这个来说整个是盖住两个车道都盖住了 是几点钟的时候发生的 几点钟喔 应该 我是应该 赶快一下 12点多吧 不过一台行经中山北路七段的黑色自小客车 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一颗安全岛上的路数突然倒塌 就直接压载轿车的后车厢 车内驾驶和乘客受困车内 警销人员抵达现场后 赶紧帮忙驾驶脱困并协助送医 索性驾驶和乘客都只有皮肉轻伤 由于入业后北台湾的风势雨势持续增强 新北市中和五谷新店泰山等地区 以及基隆七堵东兴界一带 都因强风将树木吹倒拉扯到电线 造成5000多户大停电 经过台电人员露劣抢修之后 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供电 而截至23号凌晨5点为止 新北市已经有路数倒塌17件 招牌倒塌1件 电线垂落3件 积水1件 以及铁皮掉落7件等意外事故 记者来属于陈立峰 台湾道